今天来到四爱店看见一个车友 你车啥问题 车问题出了十几条 从骑车三千公里一直出问题 出去玩了一趟 把路过的那些售后店 还有他官方给协调的那些不压地店 全部找了一间 等于出去玩一路再修车 这意思 都有啥问题 你这机盖咋了 我看咋交打成这样 一个月机盖脱胶了 当时机盖晃动了 脱胶了就是店里面给我修的胶 打的胶 胶打的也可以 打的也可以 你看他打了就一个月 胶又裂了 裂了吧 你按一下 胶又裂了 说明胶质量不行 胶质量不行 他售后那服务态度不行 服务水平不行 那这啥问题 这咋还贴的封条 这跑了一圈 加了一漏的冷却液 冷却液 当时冷却液 他给我检查的时候 他给我扳开了 冷却液和那个 跟那个螺丝头 他那块儿 我去蹭 那那明显明显 我看你这个挡风玻璃上 还扁的很多字 这不是真实的 他店里面给我检查出来的问题 他店里面检查的问题 工单的啥都在我手上 有证据 有证据 咱不敢说 咱这高新店维权 咱不敢说是 咱跑到人家老家来 咱给人家赖事去 对对对对 你看还有这个管子 管子咋了 这个这儿磨 这个管子当时他装配的有问题 他跟这个支架这块磨 他磨了有两毫米 这是个空调管 这块磨 对 人家给我说是个高压管 咱也不知道啥高压管 对对对 就是磨 对对 就磨这个架子是吧 对 这是进他店里边 他打开机盖给我查出来了 查出来了 查出来了 你看这大东西盖 盖咋咋撬起来了 盖晃着 我说这变形了 人家说没变形了 这明显都比正常的车 机盖这块高出来的多 撬得多了 还有天窗 你查一下天窗 天窗咋了 你听一下声音 好 你好小方 我在 打开天窗 没问题 车还挺聚的 正在帮你打开天窗 收到 天窗啥问题 你好小方 我在 关闭天窗 好的 正在帮你关闭天窗 有异响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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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异响我听到 他那个鬼龙匠 发按按不上去 后尾门锁 是在西杖那边 他给协调的 从西杖极东那块坏的 跑到喀什区 给坏的尾门锁 他西杖那边没有收货 也没有配件 咱出去旅游去了 十几天 后面没打开过 整天就是把收入放下来 在后边取东西 收货 当时跟我说 说是 我回来之前 把这些问题都给他反馈了 新疆那边没配件 修车没配件 本来咱就正常的 正正常的维修 但是他回来以后 他问题还是不断的出 他8月1号 我那个云年 正常升高升不上去 过来检查 检查以后 他那个云年 又没有找不见漏油点 也找不见磕碰点 你说或者漏油 或者是我驾驶 驾驶问题 你说他云年出现故障了 他无缘无故的 三个月的 四个月的车 他无缘无故的升不起来 如果加了些油 又好了 你说这个车 那就油缺了 他油缺了 他找不到漏油点 云年缺油 找不到漏油点 你说哪一块漏 才知道问题 无缘无故的 加点油就好了 不行不 闹心闹心 你说谁买个这个车 谁愿意三十几万买个车 整天的漏上维修 那西安这两天也三十多度 你就每天坐门口 咱买这车 当时就想着比亚迪电控 他电控质量那个啥 技术先进一点 就没想着说 他这个车质量问题 能出这么多 以前往上报的那些问题 咱还整天追人家 说咱车没问题 咱把车提了以后 咱就一个月 就断断续续不停的出问题 现在跑多少公里 现在跑两万七 两万七 从三千多公里 机盖打交 他就一直出问题 刚急车不久 五月份 应该跑了五六千公里 去店里检查 他跟我说 那个女人眼调节房有问题 咱当时没发现 他跟我有问题 一直都配合着他 说哪块有问题 咱换 但是你不可能说 一个车 三个多月的车 你十几条问题 给我出这 你尾门锁给我换了 你这次又要给我换了 尾门锁换过一次 现在又要换 对又要换了 说咱支持国产 来整天教育 教育教育 家庭教育完 说咱出了问题 谁给咱解决 咱当时也理解 这个质量问题 但是咱都可以配合着维修 但是你这样一直出下去 谁给解决 哎 确实比较难 难 确实比较难 你看我眼上的汗 这都晒了几天了 晒几天 你看眼色都变了 你是每天都来还是 前几天他跟我说有警觉 说终于给我出发 终于没给我出 然后周二我也等了 他又没有出 他周三 昨天下午过来以后 他说那你 他没办法 他没有权限 店里边没有权限 咱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你没有权限 你也没人给我回复 就是没有人回复 那这这 如果人家不处理 你下一步准备咋办 你下一步那咱就只能 只能合法的维权了 那就每天守到这 那你不守咋办 那你确实比较难 那在家里边买这车的时候 当时家人也确实不同意 就不看好这个品牌 咱也坚持着硬买了 说国产应该可以可以 咱就没想着国产 咱也再买国产 就出这么多问题 咱不可能把这车 过两天又出些问题 新疆回来 他7月28号 他是20几号 给我检查了一个供单 把问题都给我落实了 都落实了 落实了 我当时跟他谈的 说要不你给我换个车 咱也不会 没有其他想法 你给我换个车 就我跑到供里 你按正常的讯号 我可以给你补钱 你这种态度给他解决 没人解决 你意思是 把这车折给塞店 你给塞店补差价 换一台车 你都愿意 愿意愿意 愿意是出现质量问题的 你就我跑了多少公里 想找个合适的 当时给他说 比如说 咱公里数 咱正常的 就有法规 或者有行业规定的 一公里大概选好多钱 我按那个基础 给你再加一点 你给我换个车 这个条件是我提出来 我都愿意 但是他们还是没人解决 不解决 不解决 他就一直没有答复 闹心 以后买车 我跟你说 品质 品质第一 好 你也辛苦了 没办法